那今天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的是关于最近的一个传闻 就是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出任了中央军委考评委员的职务 那看起来好像是在帮助习近平在这个军中去把关挑选可靠的亲信 那现在习近平已经等于黄袍加深了永久执政 这已经是既定事实了 那看起来他还准备跟他的夫人共同的把持朝政 把中国重新的变为家天下 但是目前他已经70岁高龄了 那他肯定是要考虑自己的政治遗产 那您认为呢接下来就是中共统治大概率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演变 就特别是习近平他是会像伯列治涅夫那样寿终正起 然后没过几年这个政权的垮台土崩瓦解 还是说他晚年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宫廷政变这种情况 最后落得像齐奥赛斯库的下场 都不会 习近平完全能够控制上去 也没有任何山头 所谓山头的事实是按照恩赢制度组织起来的人事网络 中国共产党的结架是这样的 它既不完全像依靠征服者建立起来的蒙古人满洲人的王朝 依靠部落贵族为核心 也不完全像依靠科技建立起来的宋云这些王朝 是依靠科技产生的斯大尔夫按照同乡层面的关系结合起来的 也不完全是苏联那种按照组织原则 五湖四海彼此间没有丝绕关系的列领党 它是一个被腐化了的列领党 所以它由列领党原则上不能容忍的恩赢制度 用来替代理论上公平的科技考试产生的官僚 或者出生非常明确的部落贵族产生的官僚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同性原式的结构 最早的核心就是周恩来他们那时代 二战以前 准确说是共产国际采取反法系统统一战线以前的那个比较纯粹的共产党 五湖四海的共产党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并不是纯粹异常中国人 例如出生其实是东南亚殖民地或者是俄罗斯华耕的人非常多 因为那些人进水楼台,比较接近是苏联和欧洲共产党 而中华民国有效管辖区的人,包括李大钠、神州社会的人 其实都是比较后来才攀上线的,资格就比较差了 反法系统一战线以后,对欧洲就是人民阵线,对中国来说就是国共联盟以后 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一大的扩张了 干部招募,尤其是巴陆军和延安时代以后,共产党获得合法身份以后 无论在国土确实在这些差距上,招募干部的领土和军人的输入大大增加,领土和干部的数量扩充了以前辈 这些时期传出来的干部有很多是普遍性的,不像是周恩来、余兽聪他们那样,接受过共产国际的直接军联联 出身大部分都来自于抗日根据局所在的华北,像赵紫阳这些人就是这样的 我把它称之为山东老干部,他们的地位比周恩来的皇军低得多 然后打倒蒋介石,扩充到全国,大部分都是他们,但是他们的地位始终是地位 极少数受过苏联专门联的皇军老干部的 然后第三批是进入奖恶国统区,控制国统区以后,在本地新区原先的白区,刚刚变成红继白区,重新招募的两批人 一批人就是,比如说七年学生想要靠农共产党的,或者是作为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原先没有这个做官的工人农民 经过短期的政治培训以后加入干部队伍,我们要注意他们是本地人 就像大明大清的官的区别一样,官是外来人,是斯大夫,两毛政治是斯大夫,利是本地人 但是利生前基本上都是官的,他不需要科举制作,但他已经是本地人 苏州的利益是苏州本地人,但是苏州的知府或者是两江种族江苏群族一定是外地人 黄俄老干部和山东老干部是外地人,是随着南下大军来的 平下中农干部是本地招募的,比如说苏州的平下中农干部是苏州本地招募的 而南下的大军干部就是黄俄老干部和山东老干部,这是外来人的干部 另一种就是本地的白区党,地下党,他的统战对方,在关键时刻跳出来投靠共产党 这两种人都是本地人 本地干部,虽然这个关系不像是大清朝的官和民主,但是本地出身的干部地位是什么? 一般人说,政府、政权、省级、区域甚至是县级政权,往往都是在马日和华北 比如说在天津或者是什么情况,一定出的好处了 一般是少数苏联老干部把国安担任要害 大多数像赵德文的山东老干部做次要事物,然后随着比如说能要的南下大军一路开到广州 然后这时大部分职务、核心职务都有南下干部带来的 本地嘛,本县新培评出来的这些干部,或者是像红白鸡这种本地中亚党出身的干部,大概都是这种赤绕地位 后来赵紫阳在广东法的地方主义,主要就是这两种干部的干部 地位比较低的本地干部,后来的,包括白鸡藏干部和平衡中东干部 跟地位比较高的,不是本地人的黄俄老干部和山东老干部的固承的 同时,建立政权以后,他不像是大明大清以后,建立政权以后就应用科技制度、开科体制来补充升官 他也不是像西方民主之国家那样通过选举来补充新人,也不是完全像苏联式的主持原则一样 通过干部和斯大林稳定下来的干部培养体,有章有法的,一代一代的培养人 比如说戈尔巴桥和国际烈户这样的形成出来的,他实现的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制度 就是有以刘少奇为合性的干部的建立培权体制,但是这个体制不能代表干部的干部 很多干部,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体制是什么就算不一样的,很多干部从书上可能是大头的干部 是通过推荐制度或者是临时培充产生出来的 而我刚才讲的四种来源不同干部都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通过各种培充机制推荐自己当新干部 因此不可避免的就是干部尤其是比较晚来的1949年开始出生的新干部,他在观赏上的前途主要看他投靠的是王国人 当初提拔他的人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恩因制度 跟科举制度不一样,科举制度是比较违反的,恩因制度是非常没有违反的,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私人和小弟子团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起立度就没有上主要来的地方 他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干部配合,尤其是在越接近地方的情况就越是这个样子 大部分干部是恩因体度产生出来的,小集团密布,所有的小集团的势力都不够大 产生不出在中亚裔级别能够分庭抗敌,能够发动政变的巨大级别 所以习近平在越是靠近上线的时候,推行政策就越是顺势,但是越是靠近基线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不是说他不能打到任何可以冒属于他的对手,而是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而是纯粹自私的干部小干法的 继续蒙求自己的小利益,他不是管不了,而是没有这么多时间和没有这么多人手去管 他没有斯大林那样一个完完整理的干部官司,他自己的人马也是砸筹起来的 所以他能够打掉所有他能够识别的山头,但是不可能打掉他识别治疗的无数小山头 因此他的政治权的特点就是,在权力斗争上面他准备胜利的 被海外媒体推出出来的无数强者都被他轻易地打倒了 但是他执行政策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手下有无数小寄生虫这样的小团体,不是他的敌人,但是他却为了自己的小利益不断地和他所谓 他们也随时可以投靠任何信念人,因此对他人所不守,并不是一个可以放轻的依靠力量 在自己手下没有缺乏完整的低系部队的情况之下,要培养低系部队需要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依靠自己的亲资静脉是非常容易地做好 基本上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亲资静脉一是自己的同向,像卡特总统的乔治亚邦结企团那样的人 二就是自然的敬亲手,像汉朝皇帝所使用的外戚眼,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还是自己的亲戚,尤其是自己的老婆才是女儿才是最可靠的。 家天下有其逻辑上的必然,因为只有家天下才是满地皇权,只有有效的皇权才能够在朝墙诸侯的势力严重水耗,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的情况下,维持朝政的平衡。 所以当时这些人,包括像汉兰历家的死亡王,都不得不走一条道路,也是有些历史的必然性的。 习近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既强了,也挺弱的。他能够依靠卑微地被他解放选人的汉兰的力量,利用他们出身没有什么背景,受到各个山头,过去的老山头,包括泰国军阀的山头,黄澳的山头的打压,依靠他才起家了像王小洞的珠水人的地,来消灭过去的各山头。 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做事是非常厉害的,缺乏责任何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被政变推翻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中央接触独武次大的力量。 而且无论在任何层面上,只要稍微冒一点头,看上去就像有危险的能力的山头,都可以被他心灵中风打压。 但是,对他个人权力扩张的同时,体制本身的力量现在衰竭。由于各小山头的阳谷英明,由于政策短新过程中间,由于社会本身枯竭的问题,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汲取和动员社会自然的力量在衰竭。 同时,中国在全世界所处的独立地位也不断地衰竭。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就像是并不像是齐奥山座的任何人,而是像是郑哲和民主一样的军主。 他受到几乎整个官僚集团的反对,但他能够天地去打靠所有的反对,包括像领王这样的防清国戚和所有的大学室。像嘉靖防御这样的人也是这个样的责任。 所有人都是他杜马,但是谁也杜过他。但是与此同时,帝国本身在民间的地域相对,豪腔集团和流民集团不断地衰竭。 他们还不至于想到的那种李子澄、张献忠、王陶、朱元璋那样的强努、周元集团,都是这些小限制什么流六、流七、县级或者几个县级的小的流民集团。 换成现在的话,就是王立军、白索臣就是这些小集团。他们不断地冒头,削弱了帝国的执政能力和动员能力,但是还不至于强大到能够对帝国自身发生直接挑战。 没有任何人构成的资格作为习近平的对手,但是习近平所统领的这个体制,部分也是由于他自己的政策和人事的原因,汲取资源的能力在不断地衰竭。 就像是隋文帝所说的那样,像是当日没有任何某种能够被他吃掉,但是却无数寄生虫能够一口一口地让他非常缓慢、外国看不出来的私血力量逐步衰竭。 习近平所面对的这些时候,中央领及的政变是根本就不败了什么。直接吹垮体制的力量,短期内只能是来自于最难选的,但是体制还是在不断地持续。 习近平打击各三手,巩固自身的种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加速了这种政策,加速了体制本身的衰竭。 结果体制变得更加头动脚轻,越是靠近基层的地方,就越是会出现农期兵继续缩小,张学忠继续续续扩大军阀和豪翔,在体制的边缘还是出现了,变成不可缺少的力量。 最初,刚刚开始的时候,体制注意不到它,也不会觉得它是有效挑战。等他们事态已经够恶化的时候,自己已经就不在有足够的志愿。 这时候,这样的小军阀就会渐渐整合形成大军阀,但是形成的是一个割据的重点。 而习近平除非触地政务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他怎么说都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大军阀的地位,控制住比较重要的要害地区。 而众多父父同属,彼此之间也不可能团结的重小军阀,像是朝中的各个小派系的小军阀一样,也是只没够扩张自己的势力,蒙求自己的小利益,而不会一开始就继续推翻他的最大力量。 他处中政权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除非他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他只是不断地削弱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